好 持續要帶您關心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最新狀況 目前戰事已經進入了第十天 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進攻 連歐洲最大的核電廠都不放過 俄軍砲襲占領烏克蘭的核電廠也引發國際震撼 而攻擊當下核電廠內部的狀況現在也曝光了 俄羅斯傷亡慘重 卻在普丁的堅持下拒絕停戰 甚至連國內的參議員都看不下去了 俄羅斯聯邦參議員就追問官員說 聽說有一些單位一整連一百個士兵 只有四個人活著回來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而瘋狂逼問普丁這一段問答 也吐露了俄國大兵的現況 這一戰出了門恐怕多數都回不了家 好 接著俄國多路攻擊烏克蘭 基輔外圍的城市持續遭到瘋狂的瘋炸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持續 而中國撤僑也屢屢引發抨擊 官方就加緊大內宣說撤僑 包機從羅馬尼亞載回了中國留學生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中國人受困在當地 包括烏克蘭駐華大使館警告的蘇梅氏 還有上百名的中國留學生求助無門 他們上網哀嚎說 這個使館只叫他們耐心等 結果有網友轉發消息 沒想到竟然被微博刪文封帳號 而現在在體育界也出現了抵制的聲浪 甚至包括了俄國的運動員 俄羅斯世界球王梅德維夫 就把自己個人的IG字界上面的俄羅斯國旗給刪掉了 而另外俄羅斯自行車車手西瓦克夫 他也決定要更改國籍 往後他會代表法國出賽 而俄羅斯的網球一姐帕夫柳琴可娃 他接受美國CNN採訪的時候也表示 對於俄國惡意出兵的行為感到恐懼混亂